這個劇裡面 連女二都稱不上的一個女演員 這大家都傻了 沒有在去年被拍到了 去年被拍到說 哇 怎麼你身邊那個 小小孩是塞兵 是塞兵 你知道嗎 然後大家就會去你知道嗎 熱搜嘛 去看看 哦 原來是以前 很久以前的一個女演員 好 很久很久 然後呢 而且他們已經有小孩了 哇 然後搞了老半天 他們情編很久了 已經十年超過了 重點是他們在幾年前 在四年前早就登記結婚了 所以這一切一切 讓大家覺得說怎麼可能好 今天我們的主題的重點是什麼 為什麼是他 憑什麼是他 像我們那種超級粉色的 為什麼是他 人家之前是因為小笨蛋 那這個 那為什麼 我跟你說 這個故事告訴大家 真的要當笨蛋 那個女生也是個小笨蛋啊 但是我跟你講 小笨蛋可能沒有辦法裝太多年 因為我最近遠遠的 在某一個場合上面 看他們餵了小孩 又吵架 然後對大廳廣動之下 就是這一個太太呢 整個完全不顧她老公的形象 大聲地咆哮 然後就 你怎麼... 你怎麼樣啊 然後甩頭又走人 把小孩丟給那個老公 對 我想說世界上有人比我更汗嗎 有 沒想到是這位女演員 就擺在眼前 可是問題是 當我們相眾就是說 這個是我要的男人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 就是我要當笨蛋 對 她是沉默了很久 是真的 因為你知道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你看她緋聞不斷 一下子 每天報紙 欸 會煞煞都是她的出頭啊 可是問題是 這個女生有沒有出來講 有沒有PO照片 有沒有放你的消息說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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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 我在這裡 沒有 所以我說剛開始 我要到手之前 我就知道我要怎麼做 我要把我自己擺在什麼位置 扮演什麼的角色 欸 你知道 她就這樣忍了七 八年耶 到最難被她等到了 那所以我當然現在要那個啊 很兇啊 黃金單身漢 喬建豪男人最愛小笨蛋 但是最怕那種 沒有關係 一起娶回來之後 哇 男生笨蛋是假 沒錯 好小 來喔 我們請教張聖書老師 哪些只會命格的男人 是黃金單身 哇 真的 黃金單身還在這邊 所有女生都假裝笨蛋一下 來 我們從命宫來看 第一個是天積去加上天良 這兩顆在命宫的人 他們是 四家公子 各位要知道 傳統一句話叫 富過三代才吃穿衣吃飯 所以四家公子 跟爆發戶的小朋友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觀念 你看 起碼要一百年 可是台灣的百年四家不多 台灣百年四家有誰 就是 孤家 名家 這個不多 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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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但是這樣子的人 對女生來看 那簡直就是這不得了的 稀奇的這個寶物了 對不對 因為它很少 對不對 可是第二個這個就多了一點 蓮珍加上天虎 那這個什麼 帥 黃金單身看最重要 帥 帥沒錢都沒關係 所以一旦帥對女生來看 這個就是不得了的 但是再來一個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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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為去加上天下 子為去加上天下 那你看了 世家 帥 那這個最厲害 這個好耶 這個我比較喜歡這個 這個好 這個好 這個連我都喜歡 所以你看 臉書的老闆現在才幾歲 真的 他當年在哈佛的時候 人家都覺得這太難一個 對不對 對 他那時候交不到女朋友 真的 真的 是啊 他那時候就研究研究 對 他研究了半天 他說美女為什麼不容易有人追 於是他產生了一個理論 才去成立了臉書 是 他的臉書一成立 你看他現在有多少錢 美國前十大的富豪了 所以你看他也娶了一個華裔的 對 是不是 所以當時他的同班同學 同校女生 一直形成果 尤其那個當年甩了他的那個女生 因為當時大家就覺得這個宅男 可是人家是賺錢機器 所以 這個黃金單身漢 有時候你錯過了 真的不要怪 你看到再去裝傻已經來不及了 老師 那碰到這三款 該要裝傻還是該要裝笨 各有什麼方法可以靠住他們 這麼重要嗎 你看對紫維天象的這個 你裝傻沒用 他們很精明 是 他們不喜歡笨蛋 對 他們不喜歡笨蛋 那怎麼辦 對啦 那怎麼辦 這樣的人你也要跟他比精明 就有本土相當 你看 對對對 臉書這個老闆來講 他多精明 但是 對連真天府這個人的帥 帥的話 你自己不夠美 這時候對他來看 他是不是就很容易 水某不太照顧 水某不太照顧 是不是 所以你自己要有三兩三 才能去上兩三嘛 但是對這個釋迦公子 這是最好對付的 釋迦公子坦白講 比較白紙一張 比較白紙一張 因為身邊的人 其實大家都是觸擁著他 對不對 而且呢 他聽到的都是阿諭的話 是 因此呢 在這樣的人來講 裝傻 裝笨 這對他們倆最有效 這三種黃金單身汗 不容易 謝謝老師的教學 來 行進口罩站回來 嘿 來來來 最先民人也很可憐 每一天盯著他們 來 大S熬過了四年風雨 慶私婚了 四年 王曉飛PTT 契權當家 問一下盛美 這什麼 大家原來都不看好 他們的婚姻嗎 結果沒想到 人家現在其實非常幸福 所以我很佩服大S 真的不容易 為什麼呢 從他認識汪曉飛開始 那個風風雨雨 從來沒停過 你說颱風還有一個陣痛期 他們到現在都還有颱風 為什麼呢 先從汪曉飛開始說 汪曉飛比大S小一點點 今年33歲 他是滿族人 跟篤林哥一樣 他是正皇期 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北京 他跟大S認識20天之後 兩個人見面四次 他們就到北京去註冊結婚了 很短的時間就結婚了 那你想想看 這麼短的時間 然後馬上這個消息一公佈之後 所有人都看了 所以會覺得 怎麼可能 你們兩個結婚啦 結婚之後 他們去三亞白洗酒之後 各位記得嗎 也是不平不斷 當時大S媽媽 許媽媽真的是壓力滿大的 一路走來又包括 因為我們都知道 汪曉飛一結了婚 就把她的事業往台灣放 叫江南 所以那個時候 她又娶了一個美嬌娘 她的餐廳又大張旗鼓地開 對一個男人來說 真的很重要 可是所有的打擊也都來了 第一個就有人又講 哎呀 媽媽張蘭好厲害 跟大S一定不合 就開始各種傳言都很多 每一次講的 大家覺得講的已經信誓旦旦的 大S都要出來否認說 我婆婆真的沒有這樣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結婚四年 你想想前面三年時間 大S都在想辦法趕快懷孕 她很想生小孩 為什麼 汪曉飛是單傳 她沒有兄弟姐妹 媽媽就這一個孩子 如珠如寶 所以她有這個很大的壓力 好不容易懷孕了 她光懷孕期間 各種奇怪的一些傳聞也很多 所以她真的不容易 好 現在她們的月兒生下來了 女兒 四年了 所以為什麼說PTT 棄權當家 意思是在大S要生小孩 這段時間剛好汪曉飛 又遇到人生一個重大的一個關卡 因為有關竅江南經營的問題 一直都有各種傳聞 各位記得嗎 那最近 翹江南就從原先你們知道的地方 已經搬走了 而且翹江南也改變了 叫江南會 一個餐廳突然搬走 大家會覺得是不是經營不善啊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 大S知名度真的太高 兩岸三地很多人討論 但是大家都會從負面去講 為什麼各位 其實大家 我覺得這幾年 大家有種心態就說 你長那麼漂亮 嫁老公又這麼帥 這麼有錢 一定有縫 對不對 人都是這種心理 一定有縫 大家又見縫插針 一定有問題 你老公脾氣不好 果然 上次在台灣吃飯的時候 我小飛大吼大叫 哇 又做了一大篇文章 哇 我覺得S媽媽 徐媽媽也很辛苦 她說沒有 汪小飛是北方人嘛 講話會比較大聲一點 光這些問題都再三 一直讓大S很困擾 不過我覺得她現在很開心啦 應該會再生 不過因為大S最近宣布 她要付出了 她又要付出回到演藝圈 所以也是祝福他們 不過汪小飛這個故事 讓我想到另外一個人 我來講一個故事 就是因為這幾年呢 很多女藝人 要經營他們婚姻不容易 是 她嫁給一個普通人 你們就一直開始算說 她的收入又不如你啦 你收入四億 她收入一千萬 不都這樣嗎 好 最近你看吳依潔嫁人了 史上最美的主播嫁人了 她以前也是我們年代的主播 大家又說 你看就是嫁給有錢人 有錢人就是怎樣 那又怎樣 她老公也不錯啊 也就是說其實女藝人也好 女主播也好 她們嫁的對象 常常都是壓力很大的對象 那我要講這個女主角呢 這個女藝人大家都認識 所以待會兒我只能用 LINE告訴你們她的名字 這個女藝人 她很好的地方在於就是 她嫁了這個家 是在我們台灣 還滿有名的一個 算是商人之家啦 也算富豪之家 那這個女藝人很擅長 就是她的形象 真的包裝得非常好 她不斷不斷跟大家強調 她跟她的婆婆 跟她的老公 跟她的孩子 就是絕對就是台灣好媳婦的象徵 很棒很棒 人生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我這裡知道一件事情 跟大家分享 她的老公呢 在我們演藝圈也很有名 因為也認識很多女藝人 我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朋友 然後她有一次到一個 五星級的飯店去幹嘛呢 那天她的朋友在那邊擺席酒 那你知道通常呢 底下在擺席酒 底上的飯店的房間就是新娘房 那現在年輕人流行什麼是 就是在這個婚禮之後 會有一個after party 就會到這個新娘房去鬧啊 什麼的 所以那一天 他們就一群人很開心 下午的時候 他們就先進那個 新娘房的那個房間去玩了 就去鬧新娘啊 然後就是大家就很開心 下午的時候就有一個party 我這個朋友 從那個飯店的房間走出來的時候 就這麼巧 就這麼巧 她在她的鞋對面 就看到我現在講的 這個女藝人的老公 就從那個房間裡面出來了 就從出來 那她躲躲藏藏 因為她有聽到旁邊有聲音嘛 所以就有一點臉遮著 可是因為我這個朋友 跟那個那個 這個女藝人的老公很熟 為什麼下午的時間 你會在飯店的房間 好 她走過去之後呢 我這朋友就覺得好奇怪 大概再過五分鐘 另外一個 很有名的女 一個就是名媛 也算名媛 也從那個房間走出來 你知道現在名人 開房間不會去摩鐵 隨時都會被抓到 那這個飯店 據我知道在我的檔案上 就已經有三隊 包括政治人物 包括富商 都在這個飯店被抓包 那我在想 這個女藝人的老公 一定想下午時間去開房間 沒問題 好死不死 人家剛好在那邊 要辦那個喜酒 就被我這個朋友看見了 我這個朋友就親口跟我講說 她覺得她那個老公不是很老實 下午的時間會去開房間 但是我相信 第一 她太太一定不知道 第二 她太太到現在為止 還是要經營他們家 多麼美滿跟幸福的一個形象 我相信即使她的太太 將來知道了 她還是會告訴大家 你們看錯了 女藝人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打落牙齒或血吞 現在都是女藝人 就算我老公 昨天晚上跟誰怎樣怎樣 你也不是講是女藝人 她就只是要 要挺住 要挺住 對不對 要挺住 都是智慧 真的 因為你不能告訴大家 即使你在家裡面 跟老公都已經吵得明明冒冒 你出來都還要講說 你們弄錯了 那根本就不是我老公 要不然就是你們弄錯 我老公只是去上個洗手間 然後就離開了 好 一定要這樣嘛 對不對 我們就來Hold住 好 不要問我是誰 那大飯店 她怎麼去大飯店開 櫃檯都認識他們呢 他們怎麼去開房間呢 大飯店 現在很流行開房間 我手上有X檔案 我上次講的那個議員 也是在大飯店開房間 我教各位 比方說 如果我現在跟篤林哥對不對 看是你跟我 反正如果是你的話 篤林哥就上去櫃檯Check-in 我要住這個房間 可能一個晚上一萬多 你就去Check-in 因為飯店跟摩鐵不一樣 摩鐵會問 是兩個人才能進去 男男跟女女也不能進去 飯店沒有 所以飯店 從大廳中間經過 被人家看到 我就說 我去喝下午茶 對啊 你憑什麼說我 開什麼房間 我是喝下午茶 你怎麼會經過那個電廳 那不行嗎 我走錯了 然後那個時候可能 你哥哥已經在房間等我了 當結束之後 你就下來 你去Check-in 我就從廳上已經出去了 你們誰抓到我 蛤 哥才怎麼拍啊 我們又不是同車一起進去 而且其實關於他先生的那個傳聞 沸沸揚揚 你也知道誰 對 人家知道 真的沸沸揚揚 然後因為 因為我曾經就真的忍不住 因為還有點私交 我就跟這個女藝人講 就說 我覺得你要不要多多 關心你的先生 因為什麼什麼什麼的 就是這些有沒有都問過他 然後他就說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盛美姐提到 他就說 不會大家弄錯了 我的先生很好 都是對方那個女生太厲害 是他倒鐵 他很主動 不是省油的燈 你知道 你聽到的就是完全就是 都是女生的問題 所以就是要頂住 剛剛提到的 真的 但是能夠忍得住 是啦 如果能夠忍得住 生命就是一輩子 就是你的意思 尤浦老師 那一些生肖命格的男女 其實在一起之後 可能這整個婚姻是吵吵鬧鬧的 可是他們終究 還是可以幸福的過一輩子 這種非常多 怎麼吵都分不開 對 其實很多很多 是這樣的樣子 夫妻之間一定就是會吵 吵一吵最後呢 他能夠挺得住的話 還是能夠幸福的過一輩子 是 好 我再列出三組 當然三組之外還有 我列出比較代表性的三組 第一組 歡喜冤家 分分合合過一生 幸福過一生 或者希望幸福過一生 好 那麼這個 歡喜當然是講 他們的個性的關係 甚至花心 甚至外遇也不一定 比如說他才會分分合合 吵吵鬧鬧 最後還是在一起的 那這一組是什麼生肖呢 是屬兔跟屬狗的生肖 先講兔跟狗呢 在我們十二弟之中 它是六合的關係 兩個是合的 但是呢 它基本上又是木刻土 也就是說這一組 又合又刻 就好像夫妻之間一樣 合歸合還是要吵架的 是是是 這一組比較有名的應該是 這個兔的話是孫星嘛 狗是林美貞 這比較有可能 好有趣喔 對 分分合合 好 再第二組 相依為命 甘甘苦苦過一生 或者幸福過一生 或者希望幸福過一生 這相依為命不是說 一定是沒飯吃 那種辛苦不是 就表示兩個家庭在一起 家庭竟然在一起 為了小孩子的問題 為了其他 當然也可能為了物質問題 但是他們同甘共苦 過了幸福的一生 好 這是哪一組呢 是什麼生肖呢 是屬老鼠跟屬龍 這老鼠跟龍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三合 但是彼此又是客 為什麼客呢 這個時候是土客水 這是水 這是土 土客水 表示又是又合 合在一起 就像夫妻一樣 又合又客 好 這一組比較有名的話 這個是余天 那麼這個是李亞平 他們就是彼此 他們還是要過一生 幸福過一生 好 這一下面最後一組 富唱富誰 真真草草過一生 幸福過一生 或者希望幸福過一生 富唱富誰就是說 反正就是嫁給你了嘛 他們就剛剛有提過 要照顧老公 或者很顧家 那真真草草一定是有的啦 好 這是什麼生肖呢 是屬龍跟屬羊 龍跟羊是什麼關係呢 兩個都是土 兩個是彼此是同伴的 是比的 但是兩個又是破的關係 表示又比又破 就是像夫妻嘛 又是在一起 但彼此還是要吵嘛 好 這一組比較有名的話 這個是馬如龍 這個是佩曉蘭 另外呢 如果還有呢 也比較像的 這是倪正 這個是周惠銘 也是所謂這一組啦 我們當然說 希望幸福過一生 好 這邊我再加上一些 男女在一起 你若有感情婚姻 有什麼危機的話 如何化解 這些化解的一些民俗的方法 好 就是在一起的時候呢 男女也好 夫妻也好 第一個呢 你們在家裡呢 最好不要擺空的花瓶 或者不要擺假的花束 那就表示虛情假意 那是假的 沒有根基的 不會長久的 那這個空花瓶先講一下 萬一你家裡空花瓶 如果你沒有插花的話 你就收起來 不要擺在那邊空空的就不好 或者如果你沒有插花 你可以丟一些銅板進去也可以 因為花瓶它本身就 嘴巴小肚子大嘛 很像聚寶盆嘛 所以你沒有插花的時候 丟一些銅板進去啦 一塊五塊十塊 那就變成聚寶盆 這樣也沒有關係 否則你就要收起來了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第二項呢 兩個人合照的時候呢 最好第三者 不入第三者 不入第三者 當然先講喔 親人例外 我們夫妻兩個人 當然會給小朋友啦 或者家人照相不算 我是說 平常他們兩個的蜜月 在外面照相的時候 不要一個第三者 唉唷 來來來 你們照我 我給我擠過去照 最好不要 最好這種人 他們男女兩個在一起 像有軟體 我都會把它整個修盪修掉 可以喔 可以喔 萬一真的是 不四相的朋友跑過來 你們夫妻兩個人 一定要擠去照 那照片就刪掉出來 就不要留住就好 好 這是有象徵性不好嗎 為什麼有第三者在 好 再去第三項 不少籽 就是說我們如果夫妻在一起 或男女在一起 趕快要有小孩子才好 好 才會維持長久婚姻 那麼萬一你一直還生不出來怎麼辦 記者 在臥室要放很多的籽 什麼籽 蓮籽 松籽 有象徵籽的東西 南瓜籽 把它譬如說用一個小碗 或小小的碟子放著 代表你們的臥室是不少籽 有指在的 好 下面兩項很有趣 剛好是相反的兩件事情 一個是吃蛋的時候 你們夫妻兩個人在吃蛋的時候 不吃完蛋 不可以一個人就把蛋全部吃完 蛋全部吃完叫做吃完蛋了 所以呢你如果一個人夫妻在一起 一個人的時候無所謂 是說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吃蛋一定要分一點給對方吃 給老婆吃 給先生吃 你一個人吃就完蛋了嘛 兩個一起吃就沒有問題 這是很完美的象徵 這裡剛相反 這個的話 你就要自己吃了 前面這個你要分著吃兩個 這個呢你就要自己吃完 不可以分著吃 因為分著吃 分離分離 通常家裡這樣一盤那個水果 對 切好了 切好的那怎麼辦 一人吃一個 就不要說一個梨子切開 一人吃一半 這叫分離分 會不會光為了切個水果就離婚 就到離婚有沒有 唉唷 來來來來來 謝謝老師 來休息一下水果 好 嘿 來來來來來來 這個婚姻有的時候要撐得住 但是有的時候 實在是那個實在是 不用撐了 對不對 問問問問 演藝圈有哪一對婚姻 一直被唱衰的銀色夫妻 最後還是撐得住 對 我先講 這個 這對銀色夫妻的這個男方 他應該算 就是天王級的 然後先講 他的緋聞女友 其實各種國籍其實都有 應該可以這樣講 也非常非常colorful 他的感情世界 然後曾經其中 他有跟一個女藝人 女星 大家的好朋友 然後呢 是我們台灣之光 然後他們就交往了 可是這段時間 交往的蠻長的喔 至少七年的時間 那可是呢 因為我剛剛講 因為這個男生他是天王 那女生因為出生的關係 大家都覺得說 你兩個沒朋友 不相配 而且喔 其實這個女生 他其實飽受的 比較大的壓力是 其實這個 因為我剛剛講天王嘛 你知道那個粉絲之瘋狂 然後一直覺得 好像感覺 我比妳老婆更大 妳要跟誰交往 跟誰結婚 妳有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我才是何太太耶 我是何某某的老婆 就大家覺得都是 我都是天王的老婆 所以其實相對的 跟她交往的女性 其實會非常非常痛苦 可是要先講就是說 這個女藝人 其實她用情很深 她很愛這個天王 她幾乎可以說 我就是有她之後 就是我可以不要工作 我也可以不要有自己 我要怎麼樣被謾罵 被怎麼樣被丟雞蛋 或甚至是妳曾經 她曾經一度 她們在 就是說在一個公開場合 吃飯好了 突然間 狗仔就衝